这是韩国的主要新闻 停止对60岁以上新冠肺炎患者的居家监测将转换为普通医疗体系 从8月1日开始 新型冠状病毒患者管理中将取消对60岁以上高龄层和免疫力低下者在家治疗者的电话监控 政府的方针是 废除在家治疗者集中一般管理群的区分 如果都有症状 可以接受面对面 非面对面诊疗 但是有人指出 可以接受面对面诊疗的一站式诊疗机构的扩充比政府的计划慢 行动不便 信息接近性不足的高龄层很难接受面对面诊疗 政府表示 将发放一站式诊疗机构名单和注意事项等介绍文 并继续运营夜间 周末可以接受咨询的24小时医疗咨询中心 31日 据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透露从8月1日开始将废除在家治疗集中一般管理群的区分 此前 60岁以上的高龄层或免疫力低下者中保健所基因扩增 PCR检查确诊者被分配到集中管理群 在家治疗期间每天通过一次电话进行健康监测 当天采集标本的60岁以上免疫力低下者确诊者被分类为集中管理群每天接受一次电话监控但从8月1日开始采集标本的确诊者将全部视为一般管理群 正在居家治疗的确诊患者每天不要等一次监控电话 如果生病可以到一站式诊疗机构接受面对面诊疗或给小区医院打电话接受非面对面诊疗 政府解释说面对面诊疗基础设施得到了扩充 饮食治疗剂处方对象也扩大了等反映了变化的防疫应对体系 也就是说通过面对面诊疗准确确认患者状态 并迅速注射使用治疗剂防止高危人群的重症化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总协调官保健福利部第二次官 李基宜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在听取直接在家接受治疗的人等多种意见的过程中 有意见认为比起集中管理 在一般医疗体系内尽快得到处方 尽快进行治疗更好 因此决定从8月1日开始废除集中管理群 一站式诊疗机构等可以面对面诊疗的地方增加速度比预想的要慢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疑似 确诊患者为检查或诊疗 处方可以找到的机构有呼吸道患者诊疗中心和一站式诊疗机构 全国共有13,225个呼吸道患者诊疗中心 其中虽然进行呼吸道疾病诊疗和检查 但也有不能开吃的治疗即处方或面对面诊疗的地方 政府表示到本月为止 将扩大1万个从面对面诊疗到检查、处方、治疗的一站式诊疗机关 但是以31日为基准 一站式诊疗机构还只有8773个 如果大部分医疗机构在关门的周末或夜间状态恶化 可以打电话给设置在各市、郡、区171处的24小时医疗咨询中心 24小时医疗咨询中心号码被介绍到各地方自治团体新型冠状病毒综合网站上 如果病情严重到需要立即接受治疗的程度 可以立即拨打119或保健所 如果119将患者送往急诊室 患者将转移到该急诊室医院的新型冠状病毒病床 以当天临时为准 新型冠状病毒新增确诊患者为73589人 这是一周前的24日65373名的1.12倍 二周前的17日4323名的1.82倍增幅有所减少 为重症患者为284人 新增死亡人数为20人 公务员退休四年间增加了两倍 离开公职社会的新公务员正在聚增 据公务员年金公团31日透露 去年退休的44676名公务员中 相差五年以下的有11498名 这是四年前的2017年5613人的两倍 退休人员中五年以下的比率 也从15.1%大幅上升到了25.7% 去年年末 企划财政部行政考试出身的一年 事务官跳槽到Never新职员 官僚社会受到了冲击 在提前退休人数 为7.9% 政府高层相关人士就这种情况表示 公职社会正在成为积水 事务官以下有离开的想法 局长和科长及被晋升积压 等待退休的话也不为过 有分析认为 在政策决定 社会矛盾仲裁等方面 国会的立法过程变得重要 公务员的作用减少 成就感和工作满意度下降是二三十岁公务员离开的原因之一 相反 退休后应加强在就业标准等原因 民间离职变得困难的老公务员工作到退休年龄的情况正在增加 有人指出 在政策决定过程中 应该增加中 下级人员的参与 通过人事和工资等改编 对公务员组织进行大规模革新 梨花女子大学行政学系教授普正珠表示 已成就感和实命感运营工职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政府决定最早从2025学年度开始将小学入学年龄降低一岁 引起了家长们的反对 因为过度时期学生人数会暂时增加 入学考试竞争也会过热 从双职工夫妇的立场来看 如果提前进入被认为是育儿关口的小学 职场生活和育儿并行计划也会出现问题 部分家长甚至表示 即使进行学制改编 我的孩子也会无条件推迟入学 31日 据统计厅的新生儿数统计 如果进行学制改编 2025学年度入学对象为409,852人 其中包括2018年出生的326,822人和2019年1到3月出生的83,030人 比同年深入二年级的2017年生 357,771名 多出52,000名 20到26学年度为36万名 20到27学年度为33万名 如果很多人一起上小学 那一代人在升学、高考、就业等方面将面临更严重的竞争 保育空白期提前也是双职工夫妇们的苦恼 小学低年级被认为是双职工夫妇养育孩子最困难的时期 学校正规课程白天12点就结束 因为下午很晚也不能使用照顾孩子的托儿所保育设施 实际上 职场妈妈们在子女上小学时最担心辞职 据2019年KB金融经营研究所发表的 韩国职场妈妈报告书 显示有小学、初中、高中生的职场妈妈中39.8%的人认为辞职苦恼的时间是子女上小学 居住在京基扬州市的职场妈妈韩某、35岁、直出、双职工家庭的孩子一上小学就开始战争 就像小学、高年级或初中生一样 即使让他们去补习班转转也很年轻 如果没有其他照顾的人 夫妻终究有一人应该辞职 但这个时间算是提前了 他接着说 即使制度改变 也想让我们的孩子推迟入学 有人指出 满五岁的人能否跟上小学教育课程也是个疑问 在首尔广京区担任小学教师的李某 28岁 说 现在一年级的孩子在教室里坐40分钟也很累 与以游戏为中心的幼儿园 幼儿园不同 满五岁的人不知道能否适应 需要适应系统和规则的学校生活 中路学院代表林陈浩 因直出 比起早期入学 家长们更希望通过小规模 针对性教育发掘人才并培养人才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